市民首選議 私中開始為這間大集體管理廳 做了這個完成的選舉 也因為這樣的音樂機會 然後開始得到這邊的主委啊 還有這些修復的委員會的這些支柱還有贊成 我就開始接受整間廟宇的這個採繪部分 因為是潘泥水師傅採繪部分的這個修復案 這個大通一樣就是大概四十年來都沒有經過任何的修復啊 維護的清潔整理這樣子 所以我們開始這一次的這個整體的一個修復的計畫 然後開始就要針對他主要的採繪的部分 潘泥水採繪的部分就是 都要讓他盡量能夠保持他的目前的這個最好的這個狀態 一件文物我們就把它當成像一個人員 你知道他一輩子可以被拍到過幾次 所以當你做了一半 就是好像醫生拍到沒給你做好 手術然後先縫起來說我下一次再來吧 那個結果是一樣的 就是這個人可能會本來沒事 這樣做完可能一下就掛掉了 那這個廟宇裡面也是一樣的狀態 就是我們其實就非常主張就是 如果要針對他做任何的工作的話 就應該有一個非常完整的計畫 從清潔加護填補 然後全色就是我們做補色 然後還有這個到保護層 整個coating就是他會有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揮畫 用這個濕敷的方式可能敷一到三次左右 看每一個區塊都會有不同的狀態 濕敷完之後再用棉花棒做一些 沾適當的溶劑做滾動 盡量讓他能夠維持他的原裝 然後之後再以最後可能以清水 或者以其他材質的這些東西 去把上面參與的一些 文藏物等的把它全部處理掉 它幾乎在這個修復裡面是一個不可能 你或者沒有辦法再來恢復再處理的一個過程 也就是說如果使用了錯誤的溶劑 使用錯誤的方法或者是過強的溶劑 然後對它是很快速啊 就是這種很隨便的這種清潔之後 實際上會造成它非常大的營運破壞 那而且它Original這個部分 就是它原作部分一旦被你洗壞洗掉了 你再次滑鼓上去的東西都是新的 因為不是它原來的東西 然後之後洗出來跟那個 差別這麼大 我想去無存心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怎麼樣去選擇 你要提出掉的 還有你要留下你的 那當然它的整體部分 盡量能夠保留的越多是越好 那是理想的 所以這絕對也不是什麼闖劃 它只是基本上是光在切結 所以我們都要打包兩塊 那我想這個時候 我想要介紹和看說明的部分 這個很重要 我是承包一個後墊 後墊的那個裡面的一樓 就是馬祖墊 馬祖墊 這門神他們是畫神圖玉律 我先把草草打出來 想拍的就是這個麵 跟手 後來師父他會按照我的教 鐵金箔上色這樣 在上色的時候 我們是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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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上 所以你完成的時候 你會不會看到 喔 那麼多的顏色怎麼上 就是比這個潮四個月 把它要完成 就這樣看見 我們會不會看到 有些人的 不容易 有些人的 是 你會不會看到